徐春英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赖副总统 而是应该问柯文哲的总干事黄珊珊 当时为何在脸书上证实许本人曾是共产党党员 实际上民众党一直以来的做法 就是将自己的争议推给别人解释 这并非是负责人的做法 徐春英自身也被爆出扮演红卫兵又歌颂毛泽东 柯文哲是不是也应该要给台湾社会一个交代